隔着荧幕 美中领袖招手打招呼 为化解美中因台湾等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台北时间16号举行视讯会议 而这也是拜登上任后 首次与习近平视讯面对面会谈 开场时 习近平以老朋友称呼拜登 拜登则期待双方进行直率坦诚的对话 拜登进一步指出 美中身为世界领导者 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式 不仅对两国而言 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有深远影响 习近平则表示 中美发展都处于关键阶段 人类地球村也面临诸多挑战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 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推动中美各自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包括刚才讲到的有效应对气变 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谈到台湾议题 美国坚持以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 为指引的一个中国政策 坚决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同时拜登也向习近平表达 对中国在新疆 西藏 香港 以及更广泛的人权上的担忧 并重申印太地区航行自由 与安全飞行对区域繁荣的重要性 对此 习近平则声称 由于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美方某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 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 这种趋势十分危险 势在玩火 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拜登和习近平会谈将近四个小时 双方还就气候危机 全球能源供应问题 朝鲜 阿富汗及伊朗地区议题进行讨论 拜登强调实质与具体对话的重要性 装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